这是一只不寻常的公鸡,只见这只狗子看见它,直接就被吓得钻进车底下避难,旁边的阿黄更是几道嘎拉里瑟瑟发抖,是什么让它如此恐怖如斯,且听小编一一道来。 你没有看错,看似凶神恶煞的公鸡,见到这只秋田犬后,仿佛变成了娇羞的大姑娘,那这只狗又是什么来头呢? 原来,它的名字叫贝贝,它笑起来非常的可爱,不仅迷人还迷鸡,公鸡苦苦寻找的就是它。 看到狗狗贝贝回来了,公鸡直接凑了上去,一路跟随,寸步不离,一双眼睛紧紧地盯着贝贝,但贝贝却满脸惆怅,因为这只鸡一只跟在它身边,当贝贝与主人亲密时,这只公鸡竟然攻击主人,其他邻居们想要抚摸贝贝,也会被它攻击。 它对贝贝的战有欲已经到了极致,没有人可以靠近贝贝,似乎贝贝是它一只鸡的,别问我为什么,接着往下看,你就知道了。 但它从来没有问过贝贝同不同意,显然贝贝在躲着它,不想它靠近自己。 不过这只鸡非常的执着,它疯狂地迷恋着贝贝,走到哪跟到哪,完全甩不掉,甚至贝贝吃的狗粮,它也要尝尝,争取做到跟贝贝吃同一碗饭,非常令人震惊。 它这种迷惑的行为,主人也解释过,这只公鸡曾经也是跟其他鸡生活在一起,但最后只剩它一个了,村里有一些狗狗会欺负它,是贝贝路见不平拔刀相助,帮助它赶跑了那些坏蛋。 从那以后,公鸡就是这个状态,时时刻刻地黏着狗狗,可能贝贝能感觉到公鸡的意思,但它并不愿意与公鸡这样相处,那太累了,让狗没有一点私人空间。 卑微的狗狗只能假装睡觉,即使不用看,它也知道公鸡一定会睡在它身边,就这样贝贝趁着公鸡眯眼的功夫,直接溜走,等公鸡反应过来,贝贝已经跑远了。 公鸡发现贝贝逃跑了,愤怒了大叫,似乎是在呼唤狗狗的名字。 另一边,贝贝终于有时间跟自己的老朋友一起玩耍了,它非常的开心,但它恐怕高兴不了多久了,因为公鸡已经找来了。 看到公鸡气势汹汹的样子,那一瞬间贝贝傻掉了,直接背下的落荒而逃,而公鸡张开膀子在后面追,就这样它淘汰追,它插翅难飞。 因为主人强行把它抱了回来,还拴上了链子,就为了防止公鸡乱跑,这下子贝贝彻底生气了,凭什么要为了一只公鸡控制我的自由? 本来就讨厌公鸡的贝贝,这次更是直接开始私咬公鸡。 为了报复,他咬住公鸡用力拔他的毛,一口又一口,鸡毛落了一地,贝贝才算消了自己心头的一口恶气。 但即便公鸡被咬的吃痛都没有离开,只是躲远了一点,当主人发现这种情况后,也没有办法,只能在贝贝的狗窝旁边给公鸡围了一个鸡窝,让它们不要靠近,分开生活。 找来几只鸡跟公鸡养在一起,说不定等它习惯了群体生活后,就不会缠着贝贝,对此你们怎么看? 好了,这期视频就到这里,喜欢的朋友点个赞吧,我们下期再见。